阿桑 Action Lumis 好我們現在做一個簡報系統 要做4K的 各位看一下這裡4K的 這4K的畫質硬是要得 4K哪來的咧 Lumis透過了我們的圖傳 好我現在做教學 好那我們就開始 這叫全球通 大家好 很高興為大家隆重介紹了一個是 阿桑4K60P的一個設備 這個設備呢 HDMI輸入 SDI輸入970供電 這個供電系統呢 可以說相當的不錯 好那我們現在是HDMI輸入 輸入之後呢 我們的這裡還可以做個HDMI輸出 那這條線呢 我們就把它拉出來了 iPhone14 所以用Lightning進去了 Lightning進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手機這一端呢 就直接實現了直播作業 還有多手機監看作業 所以你可以單買一個發射器 那麼手機就是平板 還有你的這個電腦 都能夠接收的到這個訊號 數量沒有限制 位置沒有限制 距離沒有限制 那麼Lumis這台機器呢 不會熱當機 Lumis S5 MAR2X呢 非常的優秀 那麼我們直接就把HDMI送到了這個 4K60P的這個阿桑圖傳 阿桑在透過Lightning呢 送到了我們的iPhone14 就可以產生一個效果 就是螢幕監看 同時進去進行直播作業 還可以內錄到我們的手機裡面 非常的強大 好那麼我們先來講圖傳這一段齁 就是直接圖傳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圖傳接收 直接HDMI輸出到我們的Portable螢幕 13.3吋 3000多塊錢畫質好好好漂亮 我們用一個小小的行動電源就可以了 那麼被拍攝的是這裡 那我們看看拍攝的結果 好這個就是圖傳的結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雙畫面 好這台機器呢 的關聯性是在這邊 攝影機發射圖傳 那麼接收在右邊的畫面當中 現在這是接收的結果 4K的OMG 3840 2160 精彩無比 好我們的導播機還可以做到 其他的虛擬攝影棚的畫面可以送進來 譬如說你能在外面 送Live訊號進來 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送訊號進來 叫全球通 6.8EG有全球通呢 挑戰全世界最方便最好用的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呢 我們跟著阿蘇 現在進行完美的整合 整合出了一個漂亮 精彩的一個效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延遲 延遲可以說非常非常的低 低的嚇人的那種 那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效果 在直播方面的領域應用 那麼它現在呢 所打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我們的RTMP打在右上角 大家看到這個結果 所得即所事 花質清晰漂亮無比 好謝謝大家 阿蘇現在我們團購優惠中 它可以做到 一對四接收 還可以做到一對N 一對N的手機平板電腦 就是它可以利用RTMP通道 打到全世界去 沒有任何的圖傳具體限制 非常的方便 好我們這邊介紹到這邊 下次再見 好謝謝大家 拜拜